买了票上客运 哇 这般简直是专属的VIP 整台车空荡荡只有一个人 比起平常 还可能没位置坐 一个人的巴士 舒服许多 但是看在司机眼里 简直快哭出来 看看一路上 真的有人站的站牌 久久才遇见一个 就算场景来到总站 放眼望去 整座客运站 搭车的民众 20个不到 原来都怪新冠肺炎疫情延烧 民众几少外出 运输业跟着受冲击 像是在桃园拥有 七成路线的桃园客运 运量就掉了三成 这也使得公司收入 开销严重失衡 除了业者鼓励司机多休假 也延离减班 但卡在市府交通局这一关 事实上不仅桃园客运 拥有最大通勤族的大台北 也难逃疫情冲击 首都山崇大都会客运 运量就少了三成 现在业者也朝减班目标进行 以最热门的307路线为例 原本三到四分钟一班 未来希望改为五到六分钟一班 一天预计减少六十多个班次 能省则省 此外就连长城国道客运 一样受冲击 国关客运 运量少了两成 目前业者争取 离风空班减班 或六折长城优惠 由政府补贴 对此交通部表示 都在评估中 事实上 根据台湾汽车客运产业工会表示 不少客运业者已经开始砍班 许多司机都在待命状态 跟放无薪假 没两样 就盼疫情早早解除警报 还给正常生活 这里是周深 严禁宇 唐明报道